台北市市民專線一九九九想陳情打這一支 播出的議員爆料了 台北市府近期為了優化服務品質 找來廠商測試語音辨識技術 把通話內容錄音交給了第三方廠商分析 卻沒有經過當事人也是市民的知情同意 讓民眾陳情難免會透露自己的隱私問題 而對此呢柯文哲哲強調說會再改進 您好 別姓少很高興問您取入 電話一通接一通 台北市一九九九專線解決市民疑難雜症 卻被議員踢爆有各自疑慮 他的語音會被交付給第三人 第三方廠商做處理利用跟AI語音辨識 是不是市民禁線了 他的語音被錄下來之後 他不會知道後面的這個部分 為了優化服務品質 北市府近期啟動兩項專案 找來廠商評估語音辨識技術 但民眾求助一九九難免透露個人隱私 甚至住家地址 聲文錄音喔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的去識別化的 沒有知情同意的情況之下 等於是把市民的直接生物個資交給了第三方外部廠商 我們其實是希望推動一個數位轉型 我請廠商帶著你的工具 你的語音辨識軟硬體到我們化學中心裡面來 軟硬體要移除之前我們都會監開要求廠商把所有的資料都做刪除 雖然強調會刪除但關鍵疑慮是三個月期間上千個通話內容都被錄製測試 卻沒有經過市民知情同意 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千四百筆的語音被廠商拿去辨識 幸好才剛開始我建議懸崖熱馬 不然等到所有市民再去問說 他的語音流向哪裡的時候 市府根本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市長柯文哲承諾改進 研考會也強調目前專案已經暫緩 發展智慧城市兼顧隱私倫理 這兩天發行員採訪報導